大家好,我是Den 10月23号 根据KBS各有审议结果 捷径讯取Mantra 因部分歌词提及特定商品品牌 而违法了广播审议规定第46条 因此被判定为不适合播出 如果歌曲被判定为不适合播出 可以对有问题的部分进行修改或删除 并重新申请审议 如果在重新审议中人未通过 将歌曲将无法在KBS任何节目中播出 所以到底是出现了什么品牌呢? 应该就是歌词里的车辆品牌Defender 和美国连锁汉堡品牌一年了 所以被KBS禁播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KBS只要提到品牌或商标 绝对毫不留情 在M-Count岛也有短暂的销印了 虽然有审查制度 但还是有点遗憾 禁止商标露出的这类规定 应该是公共电视台可以执行的范畴 没办法 钱你不是不知道 应该就是根本不在意吧 对于钱你的Mantra 未通过KBS的审查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解写于23号 在IG发布了第二次道歉文 首先对于此次事件中的受害者及其家人 我诚直地表示歉意 即便这起事件是因我而起 而事件发生后的这段时间里 我的不当行为 态度以及不作为 不仅伤害了受害者 还让许多人感到背叛和愤怒 我无数次感到后悔 如果能回到当时该有多好 如果当时我和受害者喝了饮 如果我更加积极地保护受害者 如果我当场就去了警察局 如果我做了适当的道歉 受害者就不会承受这么多痛苦 这一切都是我的责任 我明白一句道歉无法获得原谅 即便现在已经太迟 我依然会努力改正错误 让受害者得到恢复 虽然为时已晚 但我再次恳求原谅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我真的无法理解的是 杰西根本就没动手打人 他只是站在旁边而已吧 而且也不是完全没阻止 他是适者劝阻但没成功 然后才离开的 如果说他有错 那也只是没有报警的错误而已 但这样的错就要被骂成这样 甚至受到那么多恶评吗 最初当受害者和警察在事件发生后 去附近酒吧找杰西一行时 所有人都说不认识加害者 结果最后才被解露出 加害者是制作人认识的人 而在道歉文中 他还撞得像是完全不认识 只是路过的人打了一样 试图划清界限 如果当时没有否认 加害者早就被抓了 如果加害者被抓了 事情可能早就结束了 但他却逃跑了 事情才一直没完没了 道歉到这个地步 再加上后续的努力 我觉得这样已经够了 杰西应该也从中学到了很多 大家就适可而止吧 好像每当有什么争议时 总有一些人 不是在进行正当的批评 而是借机发现自己的怒气 对于杰西的第二次道歉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你可能不知道的 KPOP显为人知的事实 开启了现在的 KPOP IDOL系统的组合 HOT 首个成功推出 小分队概念的组合 Super Junior 首个发布舞蹈师 练习影片的组合 Sinon 首次正式使用C位的组合 Sinonishide 首个破YouTube 一亿观看次数的KPOP女团 Sinonishide 首个有外籍成员的组合 Sukr 两名韩国人 一名中国人 和两名日本人 首个推出包含小卡的专辑 Sinonishide 首个观看次数达到一亿的直拍影片 BTS 最长寿活动的女团 Brown-eyed girls 出道18周年 最短活动时间的女团 Solia 出道近五天后 因不明原因宣布解散 身高最高的女爱的 Panatics Unit 她曾在2022年超级摩托大赛获奖 身高最爱女爱的 Aizua Nako 150米 最多成员女团 Triple S 共24名 最短时间进入Beeboot的榜单女团 5050 出道130天就进入了Beeboot的Huppie 最高专辑销售量女团 TWICE 创造了现在的KPOPChallenge的歌手 Ziku 与出道曲获得当年颁奖典礼大奖 Missing 出道曲在四小时内 拿下音乐榜一位的组合 Blackpink 唯一连续三年获得大奖的女团 TWICE 用一首歌获得最多音乐节目一位的女团 Apink 唯一获得年度歌曲 年度专辑和年度歌手三项大奖的女团 TWINING ONE 最长时间占据韩国所有音乐榜一位的歌曲 NUJINS TITO 唯一五年连续不要脸的IDOL Thank you 我不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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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